不聽醫勸拒絕開刀 病情惡化險葬命 70歲的一個男性 膳氣又復發 他就說 我以前開過 現在又會復發 那你確定你這次幫我開之後 不再復發嗎 我說我大概沒辦法跟你保證 但是不開的話 可能會有其他的風險 他就不肯再開 兩個禮拜後 急診就跟我說 有一個膳氣卡住的病人 現在可以添付回去 就是剛好那個病人 後來進去看 斷腸子整個黑雕爛 因為我怕 今晚時點 東森綜合32頻道 醫師好辣 響鐘